原标题 日寇宪兵特工队级委军警备队在日寇宪兵队长平本的带领下,突然包围了南田村,企图消灭国运,在这里的抗日游击队,他们在汉奸的指认下,抓人放过,枪杀无辜村民,先后抓捕了村里的工会秘书汤黑子,副旧会主任杨领梅,游击队袁孟大牛等人,被日本抓捕后, 孟大牛因反抗被刺了六刀当场牺牲,而年仅十九岁的少女杨领梅被抓后,日本人还放火烧了他的家,在这一次扫荡中,能逃跑的人非常少,村民州洛达,田桌善,高顺喜等人因为逃跑,先后被日后杀害在麦田里,大街上,日后把被抓的村民全部赶到村西,进行审问, 逼着他们交出抗日军人,借没有人回答,日后宪兵队长平本指,使手下从人群中拉出杨颤宝等五人,并亲自动手,残忍地将他们砍死,杀了五人之后,日后又准备屠杀杨领梅等三十三名干部和村民, 这时,潜伏在人群中的居委书记陈寿仙义愤填兵,为保护百姓,他推开掩护阻挡他的村民,昂首领兄走出人群,怒使着平本说,自己是抗日干部,平本也不论是真是假,立即叫杀手把陈寿仙杀死, 在南田村,日后烧杀抢阅,从凌晨三四点进村行区,直到晚上十点出村,一共杀害了十四名村干部和无辜群众,杨领梅等三十三人虽然没有被当场杀死,却被绑到了县城县兵队里,在三十三人中最后只有十二人逃离湖头, 五月二日,日后将剩余二十一人中的二十人了,到了县城西关的万人坑中杀害,县兵队里只留下杨领梅一人,杨领梅没能跟乡亲们一起死,却遭到了更加残酷的折磨,日本人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毒打,还把他关进一个只能蜷缩着的木龙,死里整整三天, 但是不管日本人皮鞭抽,放棍打,烙铁烫,杨领梅以自己的肩真不屈,让日寇无计可施,陷入绝望,五月七日,日寇决定下手了,他们先将他的衣服脱光,绑到街上,把他带到了东城门,逼迫其站在东墙根下,残忍地割去他的胸部, 然后又用特制的大钉子,将其双臂钉在城墙上,在日寇的行凶过程中,杨领梅始终骂不绝口,坚强不屈,没有向日寇透露一个字的秘密,直到壮丽牺牲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